噪音也是一种压力 工作的项目增加了 如果自己不熟悉办理的方式呢 可能也是一种压力 前阵子很多人就封着这个要申办百年护照啊 把领务局给挤爆了 以后办护照可以更方便了 明年三月开始呢 可以在护证事务所来试办申请护照这个业务 办了之后呢 再来决定是不是要签到这个户籍所在地 或者是全国可以连线办理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只要去护证事务所办护照 那当然是方便多了 但是呢 这是民众对于基层护证人物而言呢 又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整个怎么办法 压力的指数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 好 连办个护照都要用大声公叫号 为了办建国一百年的纪念护照 外交部领务局办照报大量 人多要等的时间更久 不过未来不会这么麻烦了 明年三月开始 护证事务所也能申办护照 初步先从新北市的新店区 桃园县中立市 彰化市和台南市的护证事务所开始试办 民众送件后 护证事务所会转送领务局审查 制作护照 寄回事办点 再发给申请人 试办之后 才会决定民众到护证事务所办护照 又限制户籍所在地 还是全国都可以连线办理 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能够设置一个专柜 那来受理这个民众的一个申请案子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 那个一般民众 他在申办这个相关的一个户籍案件 教育训练一定要做好 因为我们毕竟对护照方面 完全不专机 护照办理第一次接触 第一线户籍人员神经紧绷 辨明至上就算工作量和压力变大 工服也只能吞下去 中文新闻最后报道